好,大家好 想問一下在場各位有想做硬體創業的可以舉個手嗎? 那已經在做了 好,讚,好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路 好,我覺得最近我想到一個名詞叫做 其實在這幾年以來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叫做群眾創作的時代 為什麼呢? 其實幾年來關於3D設計軟體 這些電腦輔助設計軟體變得越來越簡單 像畫面上這個是AutoDex一個3D設計知名大廠 它以前可能都是設計給專業軟體 專業人士使用的軟體 但現在它盡量變簡單 讓它變得像電腦上的熱膏一樣簡單 所以你稍微去抓下來 然後可能一個下午就會知道去如何使用 然後如果說你已經會做3D鍵盒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例如說3D單位的服務這些 去馬上把你腦中的想法變成一個實體放在手上玩 或說你也可以買一台上3D錶機 就是在家有想法就趕快用船自己玩一個看看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代做產品變得非常 做一個Protive其實變得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不只說這個外觀的部分 其實硬體也是 你現在有Arduino,你現在有Raspberry Pi 你其實做一個硬體的Protive 它變得比以前還簡單很多 在以前就要找一個Fortware 找一個DoubleE在那邊Layout 然後要做Software 然後找一個機構幫你畫圖 其實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然後你最後做一個Protive 你還要衝去模型廠 然後洗一個要十幾萬幾十萬 天啊 但現在硬體的東西可能不用100塊 然後第二個是 我這邊想分享一個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案子 叫做Megasys Horse Runners 它是專門幫忙做他們的跑鞋 因為在很久以前就是 應該說馬蹄鐵的發明已經上百年了 但是這個東西在去年才出來 它用橡膠材質去做馬蹄鐵這件事情 我感到非常驚訝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是在這幾年才發生 為什麼 是因為我剛剛說的一件事情就是 設計變得簡單 然後做Protive變得很簡單 所以大家才有機會去 想這個想法到底有沒有機會實現 然後就想可以 然後我放群眾募資平台 然後大家非常事實 我記得這個應該有募到六十幾萬美金了 其實還不錯 因為美國養馬的人很多很多 然後就是這樣的想法 是在這個群眾創作時代才有機會發生 然後我認為在未來某個階段點 很多就是勞力的工作其實都會被機器啊 AI取代 那其實到一個階段是創意 其實是沒辦法被機器取代 那所以每個人都是產品設計師 每個人都有想法 然後 Teamwork 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專長 然後最後把 Teamwork 把一個產品做出來 然後因為我沒有想到設計師要放什麼圖 其中可能大家在無印良品都看過 對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蠻讚的東西 好 然後 所以 我認為所有人都有潛力創作 不管你的職業室 工程師 設計師 反正主犯不及備載 那創作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愉快 但是 其實在創業的時候 那時候Threeprint 可能大家都是DIY鐵 所以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組裝 去調教 然後你還要裝一堆奇怪的軟體 然後上面調餐廚 你要手動校正啊 然後還要做PID的調整 PID PID 大家有人知道PID的嗎 PID Control 對 有些做硬體也可能知道 就是 讓一個使用者或設計師去調這件事情 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們認為它可以變得更先進 然後更直覺 所以 我自己是念資工 所以我是軟體背景 然後Partner是機械系 所以他負責硬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想說來搞個軟硬整合 然後這個創業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做創作的工具 然後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做簡單的創作 然後優雅創作 然後多樣化創作 所以我們做Flux Delta 那這個東西在前年的11月上 然後40天目的160萬美金 算是還不錯的成績 然後我們也上了非常非常多的媒體報導 然後我這邊要特別提一下是 裡面有個媒體讓我覺得非常訝異 它帶來300萬台幣的訂單 它叫做Nightgap 是一個笑話分享網站 它上面 它上面分享我們產品的影片 然後說 欸這個東西可以印女朋友嘛 然後下面就有1萬多個分享 然後2萬個讚之類的 就很恐怖 是 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會發生 但是一旦去做的產生 噢 原來這種事情會存在 就是當你把你的產品做到一個 Birality 就是讓人家想分享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很棒的事情發生 然後 這是我們最後出落到全世界的64個國家 那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這麼做 就是 上Kixar的時候 現在已經可以去限制 你要運到哪些國家 那時候我們沒有這些資訊 所以 就最後 我們需要處理64個國家的物流 然後有運到像是哈薩克啊 然後南非啊 肯亞啊 奇怪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法蜀 什麼群島 在非洲的左邊 你看那邊有個點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夏威夷 有效應有三台 所以還蠻有趣的 然後最北的地方 我們進到加拿大的 接近北極的地方 還有挪威啊 等等 還蠻酷的 然後其實 我看這64個國家 我昨天想 好像還比台灣的邦交國還多 就覺得 還蠻開心的 就是幫國家做外交 然後 產品有得到 今年有得到蠻多的獎項 像是IF的金子獎項 其實還蠻特別的是 就是IF平常有一個平常的獎項 然後金子獎是裡面的 再特殊的獎項 就是全世界一年時 會有75個產品入圍 然後 我們算是唯一一個 台灣做消費型產品 有入圍的一個廠商 所以覺得非常榮幸 然後倫道啊 然後CS的創新獎這些 對 所以 不知道CS到底是一台什麼東西 剛剛可能沒有講到 就是 它是一台 模組化的一個 大家可以說 它是三定音錶機 可以是雷射雕刻機 可以說它是繪圖機 或是 你可以想像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它就是透過這個中間的磁鐵關鍵 讓中間的工具 它可以做不同的替換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一個蠻精準的機械手臂 然後你上面放什麼工具 比如說 你放一個 洗刀啊 就幫你洗一個圖案 放一個雷射 雷射筆 它就幫你標一個圖案 那如果你放3D鏈噴後 它就幫你做3D鏈 那這個東西在 2014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 這個東西最好 Marketing的方式就是3D printer 因為在2014的時候 那個 剛好Hive非常高 所以那是天使第一人和的概念 那我們做這個產品 是希望能夠加速世界創新的速度 是因為像我們剛剛講 我們希望讓創作這件事情 變得簡單 變得好玩 然後變得直覺 那所以這邊 剛大概講一下產品 所以主要今天也是想來跟大家分享說 這個做一個電子產品 是怎麼樣的感受 這個大家平常有在上知乎 這是一個知乎標準的問題 就是做什麼什麼什麼 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 那提供幾個數字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Milesong之間花的時間 單位是天數 我們到Kissar 其實大概花了9個月 然後中間大概個別花了快1年到半年 所以也都蠻長的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階段 就是你真的要到驗證你的變性化 你可能要花兩三年 可能Suffer就不一樣 可能一個月去做Portline 然後就可以上去了 對 因為你到Kissar玩 其實還不算驗證完你的商業模式 所以隨便分享張圖 就是 每次顧客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都還沒出貨 大家都覺得說我們好像在混 但是 我們還是蠻努力的 然後可能大家也有在做創作比賽 那我覺得 這個是我覺得值得分享的是 我們以為我們在做的事 每個人都想要做蘋果 但是蘋果是一個很特別的特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蘋果那樣 機器用什麼CNC洗的 然後包裝用非常高級的包裝 那我的 那是蘋果 所以 那比較realistic的方面去想 但是我覺得蘋果還是有一些不錯的啟發 或者說 它讓品牌這件事情 讓我們去重新再去思考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 然後 就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一個 從 開始想 然後到一個 開始出貨的階段 然後 當然 我覺得中間 三跟四 三跟四是一個最痛苦的過程 一個學習的過程 尤其是在我們 前年做的時候 就是 要怎麼講 等一下我會講到 好 好 所以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中間有很多 尼扣爾 然後像是 量產的設計 測試驗證 那樣的包裝 但我覺得 值得分享的一件事情 是我覺得我們的 歷程很有趣 是 我們在一個 以前沒有做過電子產品的狀態下 就開始了這個創業 然後上去 所以在創業之前 我們可能還不知道 崩靠是什麼 如果 只要崩靠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個蠻厲害的 然後 等一下會分享 然後 關於群木 我想分享幾件事情 就是 群木平台的顧客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會說他們全部都是 很大部分 他們對於新的東西很能接受 但它其實不是全世界的 可不可以說 你未來想像客戶大部分的樣子 因為我們後來對我們的 Kickshark的贊助者做了一個調查 最高比例的職業 是 軟體工程師 為什麼 因為可能西國那邊 軟體工程師比較有錢 然後就是 想說贊助一下專案 然後自己來玩玩 當然我覺得 有一些 原因是說 軟體工程師 對自己的 數位學習能力 比較有信心 所以他覺得 他什麼東西 可能打一下 他就可以把它用得很好 對 所以 軟體工程師最後 佔助者裡面 百分之二十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各位 要上群眾募資平台的時候 一定要想說 這上面到底是什麼樣的 我的產品 你是不是適合他 對 因為 如果說你今天做一個 這個 肩頸按摩 按摩棒好了 那可能比較適合 直接去做直銷啊 直接去推老人市場 而不太適合上這邊 可能 也許 細骨工程師就是 肩膀比較酸 那可能也appreciate 也說不定 對 但是 要記得的是 上群眾募資 你的 上面的客戶是這些 所以 就算 上面募得很成功 也不代表未來 一定是很順利的 然後 再來是 群眾募資 其實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我最近看到 越來越多 覺得Howard Stop 其實他是先跟創投募資 再上Kissar的 或是根本不上Kissar 直接出貨 這種也有 而且尤其是 你還沒上群眾募資 然後還沒出貨的時候 是你最情感的時候 因為想像空間 非常非常多 但剛你單出貨的時候 你出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堆問題 然後 你那時候就會被問題搞得 就是 形成很淫亂 然後你一邊還要去做募資 就很煩 對 所以 這個是 一些 建議是說 你可能是在 上群眾募資之前 先找創投聊一聊 反而你的團隊還沒 擴變 當然上群眾募資之後 你承諾一個時程 你來不及怎麼辦 多燒人 多燒人就是燒錢 那你錢夠不夠燒 都是很重要的議題 那你可能先去想想說 欸 是不是找個創投聊一聊 等等 然後 這邊要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創投 等你出貨 或等你 keep starter 上限 才會投資你 這個叫做扯 就是 只要你夠吸引人 他還是會投資你 那如果你還不夠吸引人 你可以再回去想想 你的 business model 是不是夠吸引人 然後 這邊另外一件事情是 創投其實 他不會投資一個純硬體的 star 他們會投資一個未來有 例如說 應該說最近比較流行 我不知道未來風潮會怎樣 但最近還是比較流行是 當你的產品有辦法像是那個 膠囊咖啡機有一個 recurrent surface model 或是你可以 enable 一個另外更大的 surface 他才會投資你 純粹硬體創業 他是不會投資你 如果你今天做一個吸塵器 潘水 因為外面還有dyson 你怎麼比得過他 除非你的產品是10倍強 然後你還有專利 這樣才有機會 不然如果你只是做個 稍微 1.5倍強 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對 好 然後 再來一件事情是 最近其實 在今年來講 就是獨立木質 其實是一個蜂巢 就是 最近有一個叫做 Golforge雷射切割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案例 大家可以去 多研究看看 他是在自己網站上面做一個預購 然後 他做一個 有點像是老鼠會的方式 就是 當你今天購買之後 你再推薦另外一個人 兩邊都可以折一百塊 對 那這樣他就越拉越多了 然後 根據他的報告 最後 透過這種referring model進來的流量 高大70% 時間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看上面有個 排行榜 然後 他們東西一個賣六萬塊錢 所以 他們最高推薦人數 有一個人 他推薦一百七十六個其他人來賣 所以 這其實是 快將近一千萬的單 是 蠻厲害的 所以 而且他們做一件事情就是 當他們發現說 有人 推薦超過二十五個人的時候 他們會 就是打電話去問他說 欸 看起來你蠻有影響力的 那你在做什麼 想要分享你的故事 這些其實都是非常棒的 按 就是例子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叫做 Shaper 的一個 手動CNC 他們也是用獨立目視的方式 那所以獨立目視他會有些好處 當然 然後 但是同樣的你就 減少被抽 例如說5%的手續 對啊 這些其實也是一個好處 對 好 然後 做群眾募資 其實能夠打平 就已經拍拍手了 通常你還要再募一輪資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賺大錢 真的賣寶寶比較實際 台灣也有 群眾募資 都要再賣寶寶 賣寶 對 這個是Kiss out上面 跟Andy 就是隨便分享一個 看起來 普通通 我覺得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防損 然後70萬 然後這也是一個束口袋 呃 它特別是它可以加個鎖這樣 然後 那個外面有一個RFID的防盜系統 等等的 然後這樣就可以蒙發數碗 然後 這個也是一個放天爛的袋子 然後 650萬 這都是美金 美金 對 所以 這個是 看起來都比一些平常看到的 硬體群眾募資案子還募得多 所以真的要做 賺大錢的話 關於硬體創業的人想一想的 除非你真的很有理想 對 然後 我覺得關於製造這件事情 剛剛我們在台灣這件事情很棒 就是 呃 我在2014年的時候要上群眾募資 然後去思考 所以到底製造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想辦法google google 超難google 因為從來沒有人把它好好的寫成一本書 然後好好把裡面的妹妹Gaga寫出來 但是 台灣有一堆人在製造業裡面 電子產業裡面 就是 做事 所以其實你只要稍微問一下 都問得到 對 然後像今天也是一個活動 也是可以參加 然後來聽大家 欸 介紹一下你到底製造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在台灣是非常非常幸運的 對 但我覺得 呃 沒辦法google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 到了創業階段才知道說 欸 你要有些事情是真的要 就是 有關係 靠關係 然後去問 然後有貴人幫忙 才真的有辦法去解決問題 不是什麼都能夠靠google 對 然後 那我們在上線前呢 我們說 我剛剛提到說 欸 我們不知道boncard是什麼 然後所以 其實那邊 你們在上線就覺得說 欸 其實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才這麼天真的可以放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呃 還有問我們說 欸 你這個 如果 呃 不到 10萬美金就算成功了吧 對 就是 10萬美金其實遠遠不夠 那為什麼 稍微分享一下 為什麼Kickstar上面 夠都是大概5萬10萬美金 現在金額是遠遠不夠的 不可能做到一個電視產品 那只是說 讓大家覺得門檻比較低而已 那 呃 其實 這邊還有一個 可以小偷的方法 就是說 欸 其實如果說 當你今天覺得木製成績不夠 你隨時可以cancel 然後Case out 就是免手續費 幫你全額退款 所以其實這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這邊要提的就是 這樣上面的google 是騙人的 你真的要花 三十萬美金可能不夠 還剩三分鐘 好 換 所以 呃 提醒大家就是 做中大型產品 我們產品大概這麼大 其實模具費非常非常多 所以 要思考一下 然後 做陰體創業的話 其實是軟體創業兩倍少許 你要養陰體的人 你要養軟體的人 拜託 很可怕 所以你要有天真開朗樂觀的心 就是 應付這些壓力 對 好 節目之後 大家講一下 我剛剛有提到說 你Hardware一定要Enable Software Service 不然你要很難 找到創作其實非常非常困難 而且 每年遲出過一天 就是多少一天前喔 對 那很可怕 所以 稍微分享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 當你的 產品有可動的地方的時候 一定要做出可靠度驗證 然後還有傳輸介口的地方 這都很重要 這是我們Mentor搞解我的 然後我們後來才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電路保護一定要做好做 我們不要脫了 對 然後軟體的話 就是 雖然沒有Sample 不夠 但想辦法湊功成績 不要去卡到軟體的進度 不然你最後會被軟體進度卡到 然後Wi-Fi的話 它很棒 但是 可以知道說 市面上像小米路由器都有Wi-Fi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的 對 然後所以做陰體 其實你要同時做這麼多事情 所以你在規劃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些時間一起搶好 好 物流的話 就是你上去殺到之前 一定要記得VAT這件事情 對 然後 南美說的話 我們賣一台500塊 被抽2000塊的關稅 就是 嗯 不要賣巴西 然後 增加一個功能的話 像我們其實做列印掃描 然後雷射DLQ 然後比價 等等 讓我們屋流 最後客服非常爆炸 我們光是E-mail來講 至少有三四萬封吧 對 就是客服的E-mail 我們最後統計下來 所以其實最後花了五六千個小時在上面 對 然後 你要做的時候記得 你除了損一兩坪 你還要下一批的order 而且你order一定要夠大 有MOQ 對 所以你至少要六百台 一千台 那你還要準備這樣的錢 所以 嗯 他會有一個 嗯 在board上面是講說 這個叫做死亡峽谷 你要想辦法去克服這個死亡峽谷 精力去衝 對 那我覺得做列印掃描 他就是有個很爽的感覺 很爽的 我記得這是 五月我們收到的縫信 然後我覺得這個 讓我們團隊正能量滿滿 他說 You have inspired me to do great things with my life 哇靠 這個東西就是讓我們 持續衝下去的一個動力 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朋友 然後 在coronado 我也不知道什麼 他在記者公信 但我覺得很感動 對 然後這是我們在十一 呃 這個月 上個月就是辦一個台北見面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能夠收到客戶的這些回饋 其實是 滿有意義的 然後也覺得說 我們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後這些是一些客戶品 常用我們參 就是他們做的東西 等等 會覺得說 我們的 做的事情 真的有意義 然後真的讓一些 新的東西發生了 然後 其實我們沒有做一些 Open Source的一些事情 像是我們有 GipHop的 一個 Codebase 然後跟大家分享說 有些我們Software 這邊是怎麼去處理的 然後 所以 讓大家一起進來 幫我們去開發一些 新的功能 然後還真的有 User幫我們開發 像是 直接用那個Line的 ロボ去控制我們的機器 我覺得這也很厲害 然後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做一體 蠻Risky 但是 而且 建議去 Study more case 會這樣 更有幫助 對 然後 或者說 你想要去做一個Dream 很大很棒也很好 或是說 你想要Joy 這個很大Dream 也很棒 對 好 所以 回到重點 就來打個廣告 就是 Vox要推出了 然後大家 趕快上我們光網拍個照 對 然後 現在加入這個 等待請當會有 非常好的優惠 非常好 對 所以記得喔 非常好 大家這樣 謝謝各位